新年一时,不少民众还沉浸在假期的气氛中 新州卫生部门却已经忙碌起来 因为一种名叫军团军的病毒 已经在悉尼城悄然开始了传播 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表示 在这七名被检出军团军阳性的病例中 有三名女性和四名男性 她们的年龄从二十岁到七十岁不等 而这七人都在出现症状前的十天内 分别前往过悉尼CBT地区 包括Barth Street,Saurus Street,Elizabeth Street以及Secular Key 目前,这七人都已经在医院接受肺炎的治疗 军团病是由军团军属细菌引起的一种临床综合征 因为1976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退伍军人大会时 爆发疫情而得名 目前尽管已经有军团病的治疗方法 但是依然存在致命风险 特别是对于免疫系统有缺陷 已经罹患肺部疾病的人士 还有老年人 由于军团病的病原体 可以通过空气中的水分传播 因此空调冷却塔 是滋生这种病菌的一个常见源头 环境卫生部门已经开始与悉尼市议会合作 对城内的空调冷却塔等可疑传染源进行排查 然而除了空调的冷却塔 专家还提醒 家庭中用于盆栽的混合土壤 也可能成为军团军的藏身之地 热衷于在自家后院种植花草的市民朋友 也应当注意感染的可能性 应该是75岁76岁的一位老年男性 他在家里做花园 然后他就打开了家里的那种 potting mix 应该是有掺杂了化肥的这种肥沃的土壤 两天之后他就出现了严重的肺炎的症状 所以我特别建议如果在家里 使用这种potting mix 最好在开放的空间 戴口罩 戴手套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 曾在2022年表示 暂未发现军团病人传人的迹象 但卫生部门依旧提醒市民 做好预防措施 如果出现症状 请及时就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